有些球迷的網友問中國足球隊輸給泰國 輸到1比5,很難看的 有沒有辦法救一下中國的球 沒有,如果要吹黑哨,好人的字都要吃 他的薪金要加高了,還有他要有專業訓練 他訓練得不夠,訓練得不好 當然你足球的技術,你一定要找巴西來教 你找其他人,人工又貴 你去巴西找些月祖教練很便宜 我不知道他們不是要穿季統帝 要不在歐洲簽個教練來 巴西教好小朋友的基礎,教球員 但你打足球最厲害是甚麼? 第一,你要不拍撞 然後你要去站莊,練氣功 他那些真的要練氣功了 一口氣那幾十碗,真的要快而閃電 就是要練歌的速度 還有一定要救氣 現在你踢球就踢到下半場腳丸了 大陸,又追女兒,又吃夜晚,又喝酒,點菜,又輸 那些不舒服,也比中國人還假的 你中國正在那一陣子不是要差 你一搞的時候,你一定要很認真的 是當作打場仗去搞的 你那些人打九十分鐘的足球 我便打到一百八十分鐘了 大陸在訓練的時候 是吧? 你足球一,你就算技術不好 我快就很厲害 每個跑都比你快,你就贏了一輩 你追我不到嘛 長驅直日 接著用巴西來搞一些腳花 是吧? 大家打撞場式 個個撞得的 是吧? 即是專業的,你不用說搞那麼差 那個錢教練來的 是吧? 這個是應該做得到的 那你就要表揚你那個國家的能力 在那裏做吧 但一定要高薪的 而且你去別人打完球 你就要有七號機會 還有一個